第361章 啥有钱酒店 激动在一众学员的带领下 已经来到了赤火城中部 顺着紫晨星手指的方向看去 立刻他就看到了一座地标性建筑 这是一座造型奇特的大楼 从外观看 到很像是他前世所见过的体育场 整体成圆形设计 从任何角度 都只能看到这座大楼的一部分弧形 大楼通体金黄色 就像是镀了一层黄金似的 在阳光的照耀下朔朔放光 很有爆发户的感觉 紫晨星笑道 老师 这就是傻有钱酒店 这建筑风格是傻有钱商会的一贯方式 据说 所有傻有钱商会旗下的建筑 从天空中俯瞰的话 看到的都会是一个巨大的金币样式 傻有钱商会从来不避讳 自己有钱这个事实 处处彰显着自己雄厚的财力 不过我看他们可绝对不傻 否则也不能传承这么多年了 老师 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这里的消费可是很贵的 激动微微一笑 道 反正也不用我出钱 这次前往阿尔曼斯山 猎杀了那么多魔兽 金盒有的事 随便卖一枚也够你们吃的吧 等回去以后 再把这些金盒分给你们 听激动这么一说 学员们不禁都停下了脚步 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激动 侯心道 激动老师 不是说所有试炼中获得的金盒 都要充公吗 都归学院所有 您这是 激动也愣了 还有着规定 陈思玄好笑地道 我的激动老师 难道学院运营就不需要钱吗 单凭学员交的那点学费 够干什么的 激动道 没关系 这次我们获取的金盒不少 回头上缴给学院一部分就是了 其余的按照属性 给你们每个人分了 你们现在还年轻 修炼刚刚开始走入正轨 是该攒钱的时候了 穷文负武 我们魔师是需要强大财力 在背后支持的 魔力武器的价格 你们应该也听说过 还有魔技术 都是天文数字 听激动这么一说 学员们不禁同时欢呼起来 要知道 这次他们试炼中获得的 可都是五 六节金盒 每一枚都是价值连成啊 先舞凑到陈思玄身边 低笑道 思玄 你是不是已经得手了 激动老师 已经是你的人了 陈思玄翘脸一红 清脆道 别乱说 一边说着 他从自己的储物 魔器中取出一块面纱 戴在了自己脸上 这出来吃饭 可和去试炼不一样 去试炼的路上 走的都是荒野小路 见到的人不多 可这里却是市中心 以他那天下第一美女的 绝色容颜 实在是太容易引起麻烦了 看着陈思玄那绝色容颜被一袭青纱遮盖住 激动出现了片刻的诗神 在这一刹那 他仿佛又看到了他的烈焰 同样是那么完美 同样用面纱遮盖住自己的容颜 一想到烈焰 激动心中顿时一阵剧痛 激动老师 你的脸色很难看 您没事吧 紫晨星就站在激动身边 第一个发现了他的不对 激动回过神来 勉强收敛心神 没什么 只是有些想喝酒了 紫晨星笑道 没问题 今天晚上 我们陪您喝个痛快 一边说着 他们已经来到了 傻有钱酒店前 离得近了 更能感觉到 这座酒店的贵气逼人 圆形酒店的高度 足有20米 至少也有5层 这在任何地方 都是极为罕见的 哪怕是在大陆第一城 中原城也并不多 此时已经过了午饭时间 是下午了 但在那金碧辉煌的大门前 依旧站着两排迎宾女郎 这些少女看上去 都不超过20岁 身材修长 面容秀美 眼看着激动 他们一行人走过来 顿时有两名迎宾少女 走上前来 虽然他们的容貌 远不能和陈思玄相比 甚至还比不上新舞 金纱 但是 五名男学员 却全都看直了眼睛 迎宾少女们 都穿着金色的连衣裙 身高平均在1米7左右 裙子没有袖子 裸露着白皙圆润的手臂 裙摆在膝盖上方一点 露出修长的小腿 红色长发梳成 马尾清爽地搭在脑后 他们绝对算得上是忠上之姿 最吸引人的是 这两名走上来的迎宾少女相貌 竟然一模一样 居然是一对双胞胎 豪华场所 激动也不是没见过 像这样 至少有20名迎宾 站在门外的情况 他也遇到过 但是 所有迎宾少女 都是双胞胎这种情况 他却还是第一次遇到 眼前这20名迎宾少女 赫然是由10对双胞胎组成的 先不说钱的问题 双胞胎本来就不容易找 再除去男性 还要挑选身材 姿色都在中上等的 恐怕在一座赤火城内 都很难找出这么多来 而在这里 他们还只是负责迎宾的 又怎能不让一群 血气方刚的男学员们 看直了眼睛 这啥有钱商会 真不是一般的有钱啊 不过 这一切最多也只能 令激动眼中 闪过一丝惊讶而已 哼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金沙美好气地哼了一声 书倩扑吃一笑 道 莎莎 你不是嫉妒了吧 你看上咱们搬哪个了 这可有吃醋的嫌疑哦 陈思玄的目光始终都在激动身上 闻言微笑道 莎莎 你可不能以天盖全 此时 两位迎宾少女已经来到激动面前 左边的少女恭敬地道 先生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激动道 有没有包房 我们一共十一个人 少女微笑汗手 有的 各位贵宾请跟我来 一边说着 两名少女分别向两侧跨出几步 让出中央的通路 各自伸着一只手 引领众人进入傻有钱酒店 徐黎低声向紫辰星问道 他们就不怕咱们没钱结账吗 咱们的打扮可不是什么达官贵人 紫辰星嘿嘿一笑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听说过 傻有钱酒店有个传统 那就是不论什么样的客人都绝不会拒绝接待 哪怕你是一个乞丐 只要你来到这里 也绝对会让你进去用餐 徐黎一愣 那要是没钱结账怎么办 紫辰星冷笑一声 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没钱结账没关系 就算明知道你没钱 都会让你先吃完这顿白食 你要是没钱结账 那么接下来就会有其他人继续接待你了 你消费了多少 就要在这里赚出同样的钱来支付 然后才能离开 简单点的 刷碗 洗盘子 要是连这个都做不好 人家也肯定是有办法的 不过 天下间敢这么做的 也只有傻有钱一家而已 进入傻有钱酒店大堂 众人都有种被谎花了眼的感觉 都说金钱俗气 金币辉煌不够雅致 可是当金币辉煌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却同样有着极其震撼的效果 大厅内所有的装潢都和外面一样 全部都是金色 巨大的魔法水晶灯 就像不要钱似的遍布在一层高达十米的穹顶之上 瑰丽的光芒四射 带来的是强烈的目眩神迷 弱大的厅堂内 用一些巨大的地平分割出一个个区域 最中央是一片巨大的空旷之地 十系图腾图案就烙印在这里 围成一个圆圈 这些图腾图案可不是普通画上去那么简单 而是全部用一接金盒拼凑而成的 一接金盒虽然不值什么钱 但这每一个都要有四五平方米大小的图案 需要多少一接金盒才能拼凑而成 全部十个图案加起来至少需要几十万金币的价值 而这还只是一个装饰而已 哪怕是激动 也不禁心中暗暗赞叹 不愧是沉淀了四五百年的大商会 从这一座酒店中就能看出很多问题了 先前并不在乎花多少钱的他 此时也略微有些心中打鼓 如此装潢带来的将是怎样消费 在两名双胞胎迎宾少女的带领下 他们走进了一层一间包房中 一进房 感觉却骤然一变 再不是先前那种滑贵的 令人无法直视的感觉 反而是充满了温馨 地面上 铺着厚达数寸的白色长毛地毯 踩上去松软舒适 房间内的装潢 虽然依旧豪华 但所有的颜色都选择得暖色调 除了用餐的十五人大桌之外 旁边还有不知道什么材质的巨大沙发 房间内每一处的装饰都极其考究 带有几分高古典雅的风范 众人落座 激动自然坐在了主位上 松软却非常有支撑感的高倍大椅 坐上去十分舒适 各位贵宾请稍等 两名迎宾少女退了出去 从外面又走进来一名少女 她的穿着与之前的迎宾少女略有差别 同样的金色短裙 胸口上却有着一个大大的银壁图案 用银色丝线刺绣而成的 少女走到激动身边 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下 竟然直接跪在她身旁 将手中用鲜薄水晶板雕刻而成的菜单 递到激动手中 激动老师 这是贵室服务 你不要吃惊 激动耳边响起陈思玄的声音 激动看了她一眼 才接过了服务员少女地上的菜单 这一世她虽然没有出入过什么奢华场合 可上一世却几乎都是在这些场合中生活 又怎么会不知道贵室服务呢 学员们惊讶地发现 他们走进这里后 都有种目不暇接的感觉 可他们这位激动老师 却在一进入这座酒店后 就像是融入了周围的环境一般 没有刻意去做什么 但举止优雅从容 配上她与陈思玄那一身白色情侣装 更显高贵 激动略微扫湿了一下手中的水晶菜单 看到的都是有着很多零的价格 没有多做停留 直接将菜单交回给服务员 请你帮我们安排一下吧 都是年轻人 菜可以多一些 再上几瓶你们这里有特色的烈酒 三十年的白蓝地或者威士忌都可以 好的 服务员接过菜单 跪着向后退出两步 这才微笑起身 恭敬地道 各位贵宾可有忌口 众人赶忙连连摇头 激动优雅地挥了挥手 服务员这才退了出去 轻轻地将门带上 激动老师 你骗人 服务员才一出去 性格泼辣的心舞 就忍不住叫道 激动道 我怎么骗人了 心舞哼了一声 你还说是第一次来这里 第一次来能那么熟悉吗 您问问大家 您那样子 哪像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就跟回家了似的 那么自在 激动无奈地笑笑 我们来这里是享受服务的 为什么不自在 难道还要拘束自己不成 前世留下的东西 不可能完全抛却 身为一代酒神 来到这种场合 对他来说 确实和回家没什么区别 紫晨星坐在激动另一边 压低声音道 激动老师 你让他们安排最高规格的菜肴 会不会太贵了 激动摇了摇头 道 在高档的酒店 饭菜的价格 也有一定的上限 没有上限的是酒 控制住酒的价格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大不了我把你们都留在这里 刷盘子就是了 之前 紫晨星和徐黎说的话 又怎么可能 瞒得住他的耳目呢 时间不长 一道道菜肴 已经送了上来 无一例外 都是真凶美味 别说是吃过 绝大多数他们连见都没见过 学员中 也就只有陈思玄神色 未曾出现过任何变化 他现在心中关心的 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什么时候 才能让激动爱上现在的自己 至于吃什么 在什么地方 对他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顿饭一直从下午吃到了傍晚 算是将中饭和晚饭一起吃了 在激动的控制下 学员们喝的都不多 大部分烈酒都入了 大部分烈酒都入了激动的口 三十年白蓝地的唇厚炽热 烫味着他那刺痛的心 麻醉的感觉令他的目光 渐渐变得迷离起来 这一顿饭吃下来 大家都兴高采烈的 但激动的话却很少 更多的时候 都是一个人在默默地回忆着 给我们结账吧 先生 请问您是用金币结账 还是用金盒 第362章 精神碰撞 再次融合 服务员将账单递了上来 问激动用什么结账 激动有些惊讶地道 你们这里还可以直接用金盒结账吗 这倒是省事了 旁边的陈思玄站起身 接过账单 我来结账 服务员微笑道 一共是7300金币 如果用金盒的话 任何系的四接金盒都可以 这么贵 说话的是紫辰兴 虽然他们都知道 啥有钱很贵 但也没想到 竟然贵到如此程度 7000多金币是什么概念 足够一个正常家庭生活 20年有富裕了 还要是10人以上的大家庭 一听到这价格 众人略有几分的罪意 都醒了过来 陈思玄没有拿出金盒 手腕一翻 掌中已经多了一张 碧绿通透的卡片 卡片竟是由翡翠雕琢而成的 上面雕刻着一条青龙图案 青光闪闪 看到陈思玄手中的卡片 服务员脸色顿时一变 恭敬的双手接过卡片 竟然是青龙贵宾 实在抱歉 慢待您了 陈思玄微笑摇头 请帮我们结账吧 是 服务员赶忙走了出去 这青龙贵宾卡自然是 陈思玄的父皇所给 这个等级的贵宾卡 在整个傻有钱商会 也只有五张 分别赠予了五大帝国皇帝 持有这张卡片 可以享受到两折的优惠 也就是说 他们只需要支付 一千多金币就可以了 激动自然不会去和陈思玄客气 他那里还有大量的金盒 任何一枚也足以抵账了 众人走出包间 正准备离开傻有钱酒店 突然间 几名工作人员快速走了上来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各位贵宾请稍等一下 来到傻有钱后 众人第一次看到一位男性 看他一身金色礼服的样子 至少也是个小负责人之类的 他带着两名少女服务员 拦住了激动等人 有什么事吗 激动淡淡地问道 负责人客气地道 我是赤火城傻有钱酒店 一层大厅的负责人 是这样的 马上有位贵宾将来到我们 傻有钱酒店 为了迎接这位贵宾 能否请各位先暂缓离开 等我们那位贵宾上楼后 各位就可以走了 我们会为各位奉上果盘和饮料 只需要稍后 绝不会超过半个时辰 他虽然说得客气 但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 马上要有个贵宾来 如果激动他们这时候走出去 很可能会影响人家进入酒店 所以让他们等那位贵宾上楼后再走 先舞道 我们在这里消费 难道就不是贵宾了吗 我们的时间就不是时间 负责人脸上笑容不减 实在不好意思 这位贵宾对我们酒店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不论如何都请各位多留一会儿 新舞哼了一声 我们就要现在走 你能怎么样 说着他就要向外面走 那负责人脚下微微一横 已经挡住了新舞的去路 脸色略微沉下来几分 实在不好意思 不论如何 我都不能让各位搅扰了贵宾 这一刻 他的话语已经明显强硬了几分 正在这时 先前激动他们包房的服务员快步走上来 凑到一层负责人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听了他的话 这位负责人的脸色重新缓和下来 目光落在陈思璇身上 有些惊讶地道 原来是青龙贵宾光临 实在不好意思 在下失礼了 不过您能否多多体谅我们 这样吧 今天各位的消费 我给各位免单了 只请各位多留一会儿而已 听这位负责人说到这里 连激动都不禁有些惊讶了 很明显 陈思璇那个什么青龙贵宾卡 是彰显着他公主身份的 连东墓帝国公主 都没有眼前这负责人口中的贵宾重要 他真是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人能够如此重要呢 陈思璇淡淡地道 在这里我做不了主 你要问问他是否同意 说着 他的目光已经落在激动身上 一层负责人的目光顿时转向激动 还没等他开口 激动已经冷冷地道 让开 如果是以前的他 或许还真不会去较劲 不过是多等一小会儿而已 但是 之前他心中正想着烈焰 内心绞痛 被人挡住去路 早已不耐 一层冰冷死寂的气息 已经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一层负责人 脸色微变 这位先生 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请你不要让我难做 否则的话 我就只有将众位强行留在这里一会儿了 激动根本没有再和他废话 直接就走了上去 那负责人脸色一沉 右手闪电般抬起 直奔激动胸前抓来 此人年约四旬 气度沉宁 右手抓出 速度虽快 但却有种强烈的厚重感 明显是一位物土系模式 而且修为绝对不弱 哼 激动冷哼一声 一层负责人 只觉得自己大脑中 仿佛有什么东西 炸开了似的 眼前顿时一片发白 他的右手也自然慢了下来 哪怕是站在激动身边的学员们 都没有看清 他是如何动作的 只觉得光芒一闪 那名金衣人的身体 就已经如同炮弹一般飞了出去 在服务员们的惊呼声中 那金衣人的身体 一直撞坏了几张桌子菜 停了下来 身上已是一片狼藉 衣服的布料再好 也禁不住这样的碰撞 很多地方都已经撕破了 而激动却像是做了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 昂首阔步地带着一众学员向外走去 紫辰星等人面面相去 他们对这位激动老师 可以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在傻有钱酒店这种地方都敢动手 果然是真汉子 要知道 傻有钱商会要是有所动作的话 连五大帝国都要极为谨慎 那金衣人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哇的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他受的伤并不重 激动的攻击 只是纯粹肉体上给予他的打击 并没有动用魔力 可就算是这样 他的肋骨至少也折了一根 浓烈的黄色光芒 从金衣人身上瞬间绽放 白色扬免上赫然有六罐 不过是一间酒店一层的负责人 竟然是一名六罐魔师 看到这一幕 紫辰星等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看来今天想走出这啥有钱不太容易啊 激动冷冷地横了那名金衣人一眼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会再出手 让我再出手 就不是断一根肋骨了 你正准备再次发动攻击的金衣人戛然而止 因为他能清楚地感觉到激动带给他的强大压迫力 可是他真的能不动手吗 只是略微停顿了一下 他就已经再次大踏步地朝激动冲了过来 烈焰死后 激动本就傲暗的性格更多了几分偏激 这名金衣人二次挑衅 他眼中杀鸡已现 冰冷的杀鸡犹如潮水般狂涌而出 站在激动身后的学员们都感觉到身上一阵发冷 除了陈思玄之外 其他人都慌不迭地退开 激动老师 不要随便杀人吧 陈思玄在激动耳边低声提醒一句 激动并没有理会陈思玄的提议 如果他什么都去顾忌来顾忌去的 那他也就不是激动了 炽热的金色光芒刹那间绽放开来 强横的属性压制宛如摧枯拉朽一般爆发 以激动所在位置为中心 空气中的温度瞬间暴增 最近的几张桌子甚至都开始有融化的迹象 就像轩原心在面对激动时一样 这强横的属性压制骤然释放之下 那一层负责人前冲之事戛然而止 他虽然对自己的职责尽忠职守 可谁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看着激动的目光也瞬间转为骇然 一一声轻一声吸引了激动的注意力 令他原本准备抬起发动攻击的右手停了下来 下一刻激动的脸色瞬间变得严峻起来 他只觉得山崩海啸一般的庞大精神力 无孔不入般汹涌而至 最为奇特的是 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学员们谁也没有反应 显然是并没有感觉到 这样的精神力激动还是第一次遇到 浩瀚庞大却绝不分散 他的浩瀚只是将激动困在中央 而他向激动发起冲击的时却又无比锋锐 就像是将激动困在笼子里 再用长矛从笼子缝隙中刺入一般 激动的精神力已经极其强大了 但这突然出现的精神力却一点也不比他弱 甚至有剩几分 但从精神力这个层面来看 这浩瀚如海的庞大气息 甚至还要超过三足金屋 激动的脸色又怎能不严峻起来呢 激动自然不会任由对方对自己产生精神压制 脑海中灵魂漩涡急速旋转起来 庞大的精神波动就像他的火属性一样瞬间炸开 轰然之间已经将对方侵入的精神力全部炸散 只能从周围对他进行限制 但想要突破到他的精神领域之中 却是万万不能 陈思玄站在激动身边 清晰地看到激动的双眼已经变成了强烈的银色 他对激动何等熟悉 又与激动完成过灵魂融合 隐约能够感受到此时他正在承受着什么 顿时毫不犹豫地来到激动背后 双目微闭 将自己的精神力释放出来 直接钻入激动脑海之中 在这种时候 如果激动有半分歹意 只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精神力 甚至不许要反击 陈思玄的灵魂也将瞬间破碎 他的灵魂强度和激动比起来实在相差太远了 更何况此时在精神世界中 还有那浩瀚如海的庞大对手在侧 激动发现陈思玄向自己注入精神力顿时 大吃一惊 这时他道不是排斥陈思玄 而是担心 要知道 灵魂之间的比拼甚至要比魔技对轰更加危险 一个不好 很可能就会变成白痴 如果陈思玄不将自己的灵魂释放出体外 那么 就算对方想他施压 最多也只是能够对他产生精神压制效果 但他就这样将自己的灵魂之力释放出来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出得来可未必能回得去 在吃惊之下 激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顾不得再去全力抵挡对手的精神压制 赶忙奋出一个精神力 瞬间笼罩住陈思玄的精神力 将其拉入自己脑海之中 保护着他不受对方影响 这样一来 激动的精神力在与对手对抗的过程中 自然就减弱了许多 灵魂对抗是没有半分花哨的 此消彼长之下 对方那汹涌的精神力顿实化为 无数风锐疯狂冲入激动的灵魂领域之中 试图将他压制 可是 令激动的对手想不到的是 也就在这个时候 激动的灵魂与陈思玄的灵魂已经再次融合 令激动有些无奈地融合 似乎几天前 他才刚刚决定 不论如何也不能再和他进行灵魂融合了 可此时一切却如同顺理成章一般 根本没有迟疑的时间 两人的灵魂就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陈思玄那根本不设防的灵魂之力 想要融入激动的灵魂实在是太容易了 只要激动没有直接进行抗拒 几乎是瞬间就能完成 刚刚被对手入侵 而压制的精神力瞬间呈现出几何状暴增 依旧是火属性一般的灵魂爆炸 但这一次威力却要数倍于先前 激动与陈思玄之间的精神力 不但做到了阴阳互补 同时还有着木生火的特性在其中 灵魂融合一瞬间带来的美妙感觉 险些令激动心神失线 就连先前内心的痛苦在这一刻似乎也淡化了许多 嗯 那惊讶的声音再次响起 先前还浩瀚庞大的精神力如同潮水般退去 但是这份控制力就已经绝不在激动之下 收放自如 激动通过灵魂向陈思玄道 事情有变 你带大家先回学院去 这里有我 不 我不走 回学院也没用 要是你都对付不了 就算是祝容院长来了都没用 陈思玄固执地说道 激动道 难道你的永恒之铠还能再次使用 恐怕不可能了吧 没有长时间的生命魔力补充 他已经废了 正在这时 伴随着一连串的脚步声 从大门的方向走过来一群人 为首的是一个大胖子 第363章 傻有钱 周晓晓 就在激动让陈思玄带着其他人先离开的时候 从门口处已经走来了一群人 这一群人足有数十之多 绝大多数都是一身金色装束 为首的是一个胖子 脸上流露着惊讶的神色 而跟随在他身后的人 却都是一副成黄成孔的样子 激动的目光一瞬间就落在了为首那大胖子身上 这胖子身高足有两米开外 皮肤白嫩红润 一眼看去 竟然看不出他的年纪 像是三十多岁 又像是四五十岁的样子 人家这身材必须要用直径来形容才行 最粗的地方恐怕直径要超过一米五 虽然有两米的身高 但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圆球一般 大胖子是唯一一个没有穿着金色服装的人 一件巨大的白色长袍覆盖了他那巨大的身体 在这白色的衣服身前的位置 有一个足足一米直径的巨大金壁图案 金壁上却用十色宝石镶嵌成十细图腾的样子 精微细致 栩栩如生 有些搞笑的是 胖子粗壮的脖子上还带着一条粗如婴儿手臂一般的金链子 金链子下面 挂着一个足有拳头大小的翡翠皮羞 皮羞的含义似乎招财尽薄 只进不出 除了这看上去极其俗气的装饰以外 在他的右手无名指上 还戴着一个巨大的翡翠戒指 绿光盈盈 竟是祖母绿级别的 单从外表看 这大胖子 简直就是一个大爆发户的样子 走起路来身上的肥肉一摇三晃 在他身后的其他人 竟然没有一个是直着腰的 都半攻着身体紧随其后 大胖子的目光与激动的目光 第一时间碰撞在一起 激动是沉稳凛然 而那大胖子 却是一脸惊讶的样子 咦 我还以为是哪个老东西 跑到我这啥有钱来了 怎么却是个小家伙 大胖子压抑地说道 而跟在他身后的几名金衣人 一看到眼前一片狼藉的样子 脸色顿时变得一片惨白 那名原本想要冲向激动 却被属性压制地 不敢上前的一层负责人 脸色更是难看到了几点 赶忙收敛自身魔力 几步上前 弓身90度站在一侧 身体竟是微微有些颤抖 大胖子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迈开大步 朝着激动的方向走了过来 浓烈的风锐之气瞬间飙升 每踏前一步 带给激动的压迫力就会强胜几分 但是 他的压力也只是局限在激动艺人身上而已 在激动身后的一众学员们 却是茫然不觉 大胖子一直走到距离激动 还有10米左右的位置 才停下脚步 激动在他那极度锋锐的威压下 却是丝毫不退 只是他却无法向胖子那么从容 浓烈的极致阳火升腾而起 金色火焰就像是被狂风吹袭着一般 向身后剧烈的飘荡阵站着 所有压力都在下一刻荡然无存 激动身上的火焰瞬间恢复了正常 大胖子锐利的目光突然变得平缓起来 此时激动才有精力注意到他五官的特点 和身体一样 胖子的脸也几乎是球形的 尤其是脸颊上的两块肥肉 挤压着原本就不大的小眼睛 只剩下了一道缝隙 胖子眉头发 大光头上甚至能看到肉的褶皱 大耳垂伦 庞大的身体就像是一座肉山一般 此时气势收敛 脸上自然带起一丝和煦的微笑 带有几分和气生财的样子 小子 为什么在傻有钱动手 胖子微笑着问道 看着他脸上的笑容 激动却觉得背后一阵发寒 就像是看到了一只老狐狸似的 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激动的回答极其刚硬 我就动手了 你能怎样 唯有陈思璇能够略微理解激动的想法 他一向是愈强愈强 面对再强大的敌人 也不会退缩 胸中这一口傲气 是他修为成长的原动力 如果失去了这股锐气 他也就不是激动了 这次和面对三足金屋时 还有所不同 三足金屋是激动主动找上门的 所以他有些莽撞 但这次却是麻烦自行出现 激动就更不会退缩了 哪怕对手再强也是一样 胖子嘿嘿一笑 这么说 你是在向我挑衅了 激动冷哼一声 也没上挑 冷冷的目光 带着几分轻蔑和不屑 不需要回答什么 已经很好地表明了他的态度 好 很好 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嚣张的小子了 胖子依旧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不过 令激动奇怪的是 他却没有再次动手 反而向旁边攻身的一层负责人道 事出必有因 你来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听胖子这么一问 一层负责人的脸色 顿时变得更加苍白了 上前几步 来到胖子身边 声音有些颤抖着说了几句什么 胖子原本笑咪咪的样子 顿时冷了下来 限制客人自由 很好啊你们 在他身后的众人 无不脸色苍白 汗流满面 胖子的小眼睛 寒光闪烁 扫尸了众人一圈后 才重新落回在激动身上 罚酒店所有管理人员 三个月的工资 工资平均分给普通工作人员 是 这些傻有钱酒店的管理人员们 明显松了口气 胖子道 知道为什么惩罚这么轻吗 那是因为你们的错误 却让我发现了这个年轻人 小子 我们聊聊怎么样 激动淡淡地道 我不认为 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聊的 胖子嗨嗨一笑 道 可是我却并不这么认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的名字应该叫激动 你所擅长的 并不只是你现在 表现出来的极致阳火 应该还有极致阴火 你的老师 就是赤火学院院长祝荣 你的师祖 是圣光缅下阴朝阳 师母是太义缅下阴朝阳 我说的对不对 听了胖子的话 激动满含敌意的眼神 顿时变为恶然 你怎么知道 胖子黑黑一笑 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刚从你师祖那里回来 你这年纪又有极致阳火 认不出来才怪 胖子这么一解释 激动的脸色 才完全缓和下来 师祖的朋友自然不会是敌人 如果不是朋友的话 也不可能对自己的情况 如此熟悉了 胖子道 我们聊聊如何 你师祖将我叫到南火帝国来 可以说百分之八十 都是为了你 胖子搬出阴朝阳 由不得激动不就范 当下 他点了点头 向陈思悬 紫辰兴他们道 你们先回去吧 我稍后再走 紫辰兴等人自然不会 为妞激动的意思 但陈思悬却是个例外 不 激动老师 我要留下来陪你 两人的灵魂融合 还没有解除 通过灵魂融合 他向激动强烈表示着 心中的不安 这个胖子带给他 很危险的感觉 能在精神力上 与激动相抗衡 可见 他的实力 有多么强悍了 魔力更是深不可测 激动略微犹豫了一下 终究还是点了下头 虽然他已经明确 拒绝过了陈思悬的感情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 陈思悬在战斗中 对自己的帮助作用 他与自己的灵魂融合 以及魔力相生辅助 都能大幅度地 提高激动的实力 最为重要的是 两人似乎有一种 无形的默契 每当激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陈思悬的助力 都能事实到位 紫辰兴等一众学员先回去了 只留下了激动和陈思悬两人 胖子挥退了那些酒店管理人员 带着激动和陈思悬直接上楼 傻有钱酒店不只是豪华 更是巨大 胖子带着两人登上二楼后 顺着楼道一直向里 七拐八绕之后 再次下楼 穿过一扇大门 来到了外面 但却并不是酒店外面 这是一片宽阔的空旷场地 至少有上千平方米 周围种植着各种名贵植物 中间则是一片空地 地面铺着厚重的花岗岩 平滑的地面 给人一种水润般的光泽 此时已经是傍晚 夕阳西下 绚丽的晚霞也正在隐隐退去 被黑暗所替代 胖子走到场地中央的位置 停下脚步 转过身来 激动和陈思悬也一起停下 胖子看着二人微微一笑 道 之前我听阴朝阳大哥 对你小子倍加推崇 还有些不信 但之前与你的一番精神力比拼 却令我不得不信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 是以灵魂融合的方式 驱散了我的精神攻击吧 果然是好手段啊 在灵魂碰撞上 就算是和阴朝阳 大哥相比我也自认绝不逊色 却没想到 险些在你们手上吃了亏 让我们认识一下吧 我叫周小小 傻有钱商会是我的产业 虽然激动已经猜到了 他就是傻有钱商会的大老板 但从他自己口中说出 还是有着几分奇异的感觉 这傻有钱商会 可不是一般的存在 天下第一商会 富可敌国 在整个光明五行大陆上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之前 紫辰兴还说过 傻有钱商会的会长 乃是一名九冠至尊强者 毫无疑问 这个胖子在告诉激动 他们自己的实力 周小小 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 实在有些怪异 如此庞大的身躯 名字却叫做小小 反差实在是有些大 激动小子 你知道你师祖为什么找我吗 周小小的胖脸依旧带着笑容 但他的目光却骤然变得锐利起来 激动摇了摇头 因为你的师祖希望我能全力支持你 圣邪岛上发生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实在是糟糕的不能再糟糕 据说是你的女人牺牲了自己 才给我们光明五行大陆 带来了五年的准备时间 仅从这一点上来看 我确实应该支持你 但是 我这个人一向相信自己看到的 而不是别人说的 所以 想要得到我的支持 你就必须要向我证明你的实力 激动冷然道 那你想让我怎样证明呢 周小小嘿嘿一笑 道 虽然我这个人最喜欢的是钱 但毫无疑问 作为摩师 凭借的还是实力 坦白说 虽然你的精神力让我吃惊了一把 可你却在酒店这种地方闹事 有点不够大气 这一点让我不是很满意 这样好了 你们可以使用坐骑魔兽 只要能够在我手上支撑一炷箱的时间 我就同意你师祖的建议 无条件地支持你 好 激动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一口答应下来 在这短暂的时间中 他已经想了很多 殷朝阳让这个胖子支持自己 显然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 一名至尊强者固然强大 但对于两个大陆之间的胜战 能起到的作用 绝不是决定性的 殷朝阳 希望周小小能够支持自己的 是傻有钱商会庞大的财力才对 而激动现在也确实需要这份财力 在回斥火城的路上 激动想了许多 尤其是对未来要面对 黑暗五行大陆时的勾画 在他的计划中 确实需要一笔巨大的财富 在背后进行支撑 否则他就无法完成自己的设想 原本在他的计划里 这份财力是要由多方进行投入的 凭借他的关系 至少可以调动摩世工会部分财力 以及得到中土帝国的一定支持 毕竟 他的兄长是当今中土帝国太子 爷爷是平等王 但是 这样一来 他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自己的爷爷必定会救世重提 让自己来接任平等王 这是激动不能答应的 因此 他心里一直有些矛盾 恰好在这个时候 周小小送上门来 如果能够得到傻有钱商会 在经济上的权力支持 那么 自己的计划完成可能性 至少能够增加30% 因此 激动决定 不论如何 也要得到眼前这个胖子的全面支持 痛快 我就喜欢痛快人 激动小子 你知道 因朝阳大哥见到我的时候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他对我说 小胖子 这几年我收了一位徒孙 他的天分还在你之上 现在就让我看看 你这个比我还天才的小子 有多少本事 要知道 我56岁的时候 就已经突破9冠了 在魔师界历史上名列第一 第364章 近 百 千 暗灭吻 56岁就突破了9冠 周小小的话 不论对激动还是对于陈思璇 都有着极为强烈的震撼效果 激动的老师祝容 现在都多大年纪了 至今还在为了突破9冠而努力 就算是因朝阳那样强大的至尊强者 突破9冠也是80岁以后的事了 眼前这个胖子 能够在56岁的时候就突破9冠级别 被称之为天才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前辈能否请问一下您今年贵更 陈思璇突然开口说道 胖子嘿嘿一笑 道 当然可以 不过 小姑娘你是不是把面纱摘了 我周小小一生中只有两个爱好 一个是金钱 另一个就是美女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你的容貌 但以我月女多年的经验 你一定有着惊世容颜 快让我欣赏一下 陈思璇看了激动一眼 这才摘下了自己脸上的面纱 在她摘下面纱的一瞬间 周小小原本笑眯眯的小眼睛 顿时直了 张大了嘴 整个人都陷入呆滞之中 看着她那有些夸张的样子 激动不禁有些好笑 这也是一位至尊强者呀 怎么看到美女的免疫力就这么低 简直和色狼没什么区别 同时 她心中也在暗暗警惕 虽然周小小认识自己的师祖 但她如果看上了陈思璇 自己想要将陈思璇平安带离这里 也绝不容易 为什么 为什么 周小小突然有些疯癫式地 扯住自己的头发 仰天长叹 老子要是早生五十年 说什么也和激动小子你争一下 完美 这才是真正的完美呀 原本我还以为 他们的话是夸大的 我怎么也是千人斩级别的 见过美女无数 可和你比起来 就算是再多十倍 也只不过是萤火之光 你就是东木帝国那个东木圣女吧 除了东木圣女 我想不出还有谁有可能拥有如此完美的容颜 亏了 真是亏大了 为什么我早生了五十年 看着周小小那就差流口水的样子 激动和陈思璇都有些无语 这就是能够在五十六岁时突破九冠的至尊强者吗 晚辈陈思璇 前辈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周小小哭丧着脸 双手用力挤了挤自己脸上的肥肉 我都七十八岁了 老天哪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不让我得到 却又让我看见 太让我郁闷了 激动小子 胖子现在很嫉妒 你要小心了 我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一边说着 他手腕一翻一甩 一根香就已经远远地飞了出去 笔直地插入场地边一株大树上 香头在那一瞬间就已经点燃 一缕香烟鸟鸟而生 在香飞出的同时 周小小身上的气势骤变 前一刻 他还是一个欲求不满的胖子 下一刻就已经充满了威龙天下的强横霸气 铺天盖地的恐怖魔力瞬间升腾 无比锋锐的气息完全针对激动狂勇而至 激动的实战经验何等丰富 香飞出去的同时 他也做出了反应 与周小小的全面释放压迫力不同 激动身上没有半分魔力波动释放 整个人已经在第一时间有了动作 而陈思玄的反应也一点不慢 身形一转 左手抓住激动的肩膀 胶曲一个美妙的旋转 就已经贴在了激动背后 六罐以目魔力毫无保留的全面输出 注入激动体内 同时双手搂在激动脖子上 修长的大腿再次缠绕在他腰间 与他的身体紧密结合 又尽可能不影响到他的动作 以陈思玄目前的实力 想要帮助激动就只能依靠这种方法 紧密贴合身体 以灵魂融合和魔力辅助双重增幅 令激动自身实力大幅度提升 但是这样的接触对于陈思玄来说是极为满足 可对于激动来说却是莫大的考验 每一次这样与陈思玄的身体接触 再加上灵魂融合的美妙快感 都会令他的心房降低几分 这也是激动最怕看到的事 可眼前这种情况 如果没有陈思玄的辅助 激动根本没把握 能够在周晓晓手下支撑一炷香 从等级计算上来看 九冠魔师应该和十阶神兽差不多 可实际上就算是图腾神兽 也不太可能是九冠魔师的对手 人类的智慧 对于魔力 魔技的应用又岂是魔兽所能相比的 先前陈思玄问周晓晓的年纪绝不是无地放食 56岁就突破了九冠 今年78岁 22年的时间 他又能突破几级 从任何方面来看 眼前这个胖子的危险程度 都更在三足金屋之上 激动在陈思玄贴合自己身体的同时 已经飞身而出 巨大的双翼从陈思玄肋下两侧张开 在吸收了三足金屋的金盒之后 他的双翼就已经恢复了 只是神火圣王凯想要重新融合 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毕竟 当时在三足金屋的临死反噬中 神火圣王凯破损得太厉害了 更别说现在的激动还没有大眼圣火龙的辅助了 别人的魔兽都是通过契约可以直接召唤的 但激动因为和大眼圣火龙之间的血脉相连 并没有与他定立什么契约 他也从未想过要去限制大眼圣火龙什么 因此他在精神恢复过来之后 也未能与大眼圣火龙联系上 身形电闪 激动的魔力全面提升 直接朝着周小小扑了上去 在他头顶上方 六罐黑白双色阴阳面光芒闪耀 双手之上也各自亮起了极致阳火和极致阴火 是的 就是六罐 呈现在周小小眼中的是六罐六十七级魔力的阴阳面 而不是七十一级 面对至尊强者 怎能不用些计策 凭借着神索阴阳之法 激动掩盖了自己魔力已经突破到七罐的事实 能够战胜三族金屋 固然是因为陈思玄的强大助力 但如果不是三族金屋刚 一开始时太过小看了激动被他一下重创 最后的结局恐怕也不会是殒灭 眼看激动向自己冲了过来 周小小不禁眉头微皱 虽然极致双火 给他一种全新的感觉 可激动此时的出手 看上去却是平平无奇 虽然没露出什么破绽 但双方的魔力差距那么巨大 这种中规中矩的攻击方式 又能有什么作用呢 一边想着 周小小已经出手了 右手抬起 在空中轻轻一指 顿时一道刺眼的璀璨金光 已经绽放而出 在半空中凝聚成一柄三米巨剑 直奔激动的身体展了过来 而他的左手已经很自然地背在了身后 在他看来 只用一只手对付激动和陈思玄 就已经足够了 就在这时 激动的攻击突然发生了变化 只见他身体微微一晃 刹那间速度已经提升了一倍有余 一个激动瞬间变成四个 同时朝着四个不同的方向窜了出去 有直奔周小小的 有冲向侧面的 还有飞入空中的 四道身影如同天女散花一般散开 与此同时 浓烈的极致双火魔力已经全面爆发 摩尸的九罐和八罐之间的差距 不只是魔力总量 同时也是属性上的本质变化 激动六罐的时候 他的极致魔力都能够对八罐魔师产生属性压制效果 可是 就算他达到了九罐 也不可能对九罐魔师产生同样效果 为什么 就是因为九罐魔师本身就已经拥有了极致魔力 因此 哪怕是数十名八罐魔师 围攻一名九罐魔师 也很难获得胜利 就是这个道理 八罐和九罐之间的差距 可以说是天差地远 激动攻击的突然变化 令周小小眼睛一亮 但却依旧只是 抬着右手 那胖乎乎的手掌 微微一动 一圈一转 刹那间 那柄三米长的金色巨剑 已经在空中幻化出万千剑影 不论激动通过分身 错影幻化出的身影 从哪个方向发动攻击 都已经被完全封死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攻敌千万 不如破敌一点 周小小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但他对激动却根本没有一点杀意 此时只是在试探激动的实力而已 因此 他那看上去攻击的技能 只不过是在被动防御而已 而激动寻觅的 就是这个机会 势敌已弱 寻找机会 然后就是活属性模式特有的爆发力 这也是激动在面对强敌时的一贯做法 不能在一击之下 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那么 他很可能就会面临失败的结果 无与伦比的灵力杀机 就在这一刻瞬间迸发 激动的双眼 同时变成了刺目的银色 实质般的灵魂光彩 从眼眸中电射而出 灵魂漩涡瞬间就像是增压了一般 运转速度提升到了极限 要知道 这可是融合了激动和陈思璇 两人的庞大灵魂力量 其他三道身影瞬间消失 剩余的就只有飞翔在空中的激动 此时正是傍晚 天空中也正是日月轮转的时刻 就在这一刹那 激动背后同时亮起了一轮金阳和一轮暗月 伴随着他的灵魂之力全面绽放 天空仿佛已经成为了他的领域 空中的彩霞消失了 天空竟然呈现出一半明亮一半黑暗的奇异景象 一道黑色的月光和一道金色的阳光 同时从天而降 瞬间照耀在激动身上 下一刻 他整个人已经飙射而出 就像是一道黑金双色闪电般 从空中俯冲而下 不明则已 一明惊人 不动则已 一动惊天 刹那间 激动头顶上方的阴阳面 已经回归七冠 七龙 七蛇 一共十四条必杀技级别的庞大魔力 从冠冕上飞腾而出 狠狠地撞上了胖子幻化出的剑阵 在动手之初 激动就根本没有想过 要坚持什么一炷香的时间 身为一名魔师 尤其是 他这继承了两大君王傲暗的极致双火拥有着 如果他只是想着要如何撑过对方的攻击时间 那么 他就必败无疑 在激动心中 就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战胜对手 获得胜利 不论对手是怎样的实力 这一点也永远不会改变 激动的双眼之中 已经充满了嗜血的光芒 在存续法阵中的龙蛇之力 与周小小剑阵 碰撞的同时 他整个人的身体 已经化为一片漆黑 大幽燕冰的领悟 令他对暗言魔王技能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此时此刻 他就像是一只 优雅而适血的寒冰剑 在那庞大魔力的轰鸣中 瞬间钻入 周小小的脸色变了 他确实犯下了 与三族金屋同样的错误 小看了激动 当那七龙七蛇之力 重重地 撞击在他那金色巨剑 所化的剑阵上时 他也不得不全面提具魔力来抗衡 激动这储存的魔力 就相当于是两个他的力量 那可是极致双火 而且还有着阴阳组合作用 瞬间爆发出的攻击力 绝对是极其惊人的 哪怕是周小小 也不能等闲视之 剧烈的轰鸣中 整个空地 都充满了狂躁的魔力波动 而下一刻 一股森人寒意 已经降临在周小小身上 激动再一上来 就爆发出自己的底牌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撕开周小小的防御 并且牵制他的力量 毫无疑问 激动的目的达到了 他的攻击机会 在下一瞬间就已立临 天空中的金阳 完全消失 剩余的就只有一轮暗月 而激动的身体 在那深邃的黑色中 竟然又多了一抹 淡淡的紫意 高贵的紫意 在他的双手之上 燃烧着的黑色火焰 也带着那高贵的紫 下一刻 他整个人 已经击近到了周小小面前 又找灰出 直奔周小小当凶抓去 周小小右手手腕一翻 立掌挡去 下一刻 他就已经看到了 激动那嗜血双眸 两道冷电一般的荧光 狠狠刺入进 他的眼眸之中 他只觉得脑海中一沉 手上动作自然就僵硬了几分 而就在这个时候 铺天盖地的攻击 已经悍然爆发了 近 百 千 暗灭吻 是的 这就是暗炎魔王的 又一必杀技 在激动使用过超必杀 大优艳兵之后 所领悟的强大技能 顶级必杀技 一样是单体攻击 但暗灭吻的攻击 却足有三百六十重 也就是相当于 三百六十计 暗月爪的同时爆发 第三百六十五章 近 百 千 君王室 近 百 千 暗灭吻 听起来只是一个必杀技而已 可激动选择他 作为自己的攻击 自然是有道理的 暗灭吻乃是 三百六十 暗月爪的连击 他的特点就在于 不论你能抵挡我多少爪 只要在我这三百六十爪攻击的过程中 你有一爪没挡住 那么 接下来的所有爪机 必将因为暗月爪的麻痹效果 全部降临在你身上 尤其是施展了近 百 千 暗灭吻之后 暗月爪的麻痹效果将增强一倍 腐蚀效果增强三倍 在这种情况下 暗灭吻本身的攻击力 就已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 这就是近身攻击技能的攻击效果加成 但是 千万不要忘记了 机动还有着一个极其霸道的技能 那就是灭神机 暗灭吻单独用出来 如果能够权重的话 威力肯定要在优艳兵之上 可也怎么都比不上超臂杀技的大优艳兵 可是 如果机动这暗灭吻 是以灭神机用出的呢 360暗月爪就相当于360剂灭神机 这样的攻击真正叠加起来 一旦权重的话 那恐怕就是单体终极超臂杀技也无法比拟 而对机动自身的魔力消耗 却要比单体终极超臂杀技少得多 这就是机动选择暗灭吻的原因 周晓晓的实力强大没错 但他的身体那么庞大 在灵活性上相对而言 有可能欠缺 以如此迅疾的攻击攻向他 至少也能够令他手忙脚乱 而机动这全面爆发的攻击 才刚刚开始呢 他现在所使用的 早已不是单纯的两大君王原始技能 而是有着自己创造 上当了 当机动身体窃进的时候 周晓晓就发现自己上当了 来到他进前的机动与先前看似正统攻击的时候 判若两人 那一瞬间爆发出的强横攻击 连他也大为震惊 事实证明 至尊强者都不是浪得虚名的存在 周晓晓的速度根本没有受到身体的制约 正相反 他那看上去肥胖的身体 却极其灵活 每一个关节的柔韧度 甚至可以与修炼了藤蛇化粒术的机动相比 一只右手上下翻飞 高阶低挡 硬是挡住了机动的近百千 暗灭吻 但令他郁闷的是 虽然他挡住了机动的攻击 却有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 暗灭吻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每一找出击都是一瞻挤走 以周晓晓的反应速度 也依旧只是能够抵挡 却无法凭借自己远超机动的魔力 来硬吃对手 而在机动的暗灭吻又是以灭神机的形式发出的 每一机都极为凝聚 魔力更是在入侵到周晓晓体内后才会爆发出来 一声声剧烈的轰鸣 不断从两人碰撞的核心处爆发出来 在外人看来似乎是平分秋色的情况 可实际上周晓晓却一直都在吃亏 因为这魔力爆炸的地方是在他手掌内的 灭神机强力的穿透性钻入他的魔力之中才爆发开来 一机两机还不算什么 但当着360机接踵而至后 连他也有些吃不消了 右手手掌被极致阴火强烈腐蚀着 再加上灭神机的不断爆发 周晓晓的右手已经逐渐麻痹 当他抵挡到200机的时候 不得不将收在背后的左手也用了出来 这才看看挡住 作为顶级必杀技 暗灭吻的特点就是 只要第一机发出了 那么这360机就会一气呵成 而且绝不会在攻击的过程中 被对手正面反击过来 哪怕你实力再强 只要和暗灭吻碰上了 就只有抵挡住所有360机之后 才有发动反击的可能 第360招终于最后挥出了 按照暗灭吻原本的特性 这最后一招应该是抓住对方胸口 将对手拉近 再用头狠狠地撞击对手 把先前积蓄 叠加的极致阴火全部爆发出来 但是这样的前提 是对手未能抵挡住全部360次攻击才能使用 好狠的小子 周晓晓大吃一惊 但他的反应速度却是极快的 双手握拳 同时轰上了激动的右手 轰然巨响之中 激动的身体带着陈思玄向后倒翻而出 而就在这时 石根巨木却从他们身后连成一排撞击而至 正好顶在了陈思玄背后 石根巨木同时炸裂 却也将两人的充饰顶了下来 在这关键的时刻 陈思玄与激动默契的配合再次展现 正是他凭借自己的以目魔力 牵引场地旁边的树木化解充饰 令原本应该被轰飞数十米外的激动 只是倒翻出三米就停了下来 周晓晓也绝不好受 激动那最后一掌 蕴含着火神之剑的威力 虽然不能将火神之剑效果真正发挥出来 但那夹杂着杀神修普若斯强大杀鸡 和火神真火之力的一掌 还是拍得他气血翻涌 不得不提具魔力来应对 而激动的攻击却并没有就此而止 陈思玄头上的六罐阴冕瞬间大亮 光芒暗淡的永恒之铠 席卷上 第二次将他和激动的身体保护在内 尽管这件神器已经失去了他原本的光彩 但神器毕竟是神器 就算是当初三足金屋的权力一击 也没能令他损坏 此时的陈思玄 要借助的并不是神器的力量 而是永恒之铠的转化作用 他的蚁木魔力一瞬间就转化为极致蚁木 对激动的辅助顿时产生了质的变化 九罐魔力的冲击实在太强了 激动原本应该是一口气无法提具上来 需要后退重新凝聚魔力的 但是这极致蚁木魔力宛如生力军般的加入 他的极致阳火顿时被再次点燃 蚁木生丁火也就是阴木生阴火 刹那间激动的右手再次变成了黑色 每逢月亮就会响起我 晋 百 千 幽燕冰 爆鹤声中 优雅 寂灭的黑色尖冰已经贴地而出 空气瞬间变得阴冷起来 而激动背后的暗月光芒却变得格外明亮 事实证明 周小小低估的并不只是激动 同时他也低估了陈思玄 先前他之所以认为激动的力量并不出色 就与对陈思玄的错误判断有关 在他看来 虽然五行之中木生火 但普通的蚁木魔力 对于极致双火的帮助实在有限 激动带着陈思玄 反而会对自身有所掣肘 一个不好 反而会影响自身发挥 单纯的灵魂融合所产生的庞大精神力 还不足以对他产生精神压制效果 直到此刻 周小小才明白自己 错得有多么离谱 陈思玄对激动的辅助 绝不只是灵魂层面那么简单 蚁木对极致双火的辅助在他看来不算什么 但当这蚁木换为极致蚁木后 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身为至尊强者的周小小 在接下了激动全面爆发的近百千 暗面稳之后 此时也需要短暂的回复时间 最多只需要一两秒 他就有把握瞬间反击 击溃激动 可是 就是这一两秒的时间内 优艳兵已经来了 只能硬挡 面对贴地而至的优艳兵 周小小无奈之下 左脚抬起 直接向其踩去 自身的极致更金魔力 故步的恢复 就再次输出 作为暗言魔王的必杀技 优艳兵的特点就是依附 吞噬 腐蚀 周小小的力量虽强 但他此时正是魔力 未能全面调动之时 正所谓大一师荆周 整个人顿时被一片黑色渲染 凝结成功了冰雕 当然 激动的优艳兵 能够封住他的时间 绝不会长 可是 对于激动这样的强者来说 哪怕只是一瞬间 都能够转变胜负啊 激动深吸口气 全身的黑色瞬间切换成金色 凭借着混沌之珠的强横转换能力 他这一口吸气 已经把自己全部的魔力都提具起来 一步踏前 身体急速向周小小冲去 同时又全灰起 整个人已经化为刺目金色 在他胸前和背后 各有一轮金色太阳般的光彩爆发 晋 百 千 君王室 如果说 暗灭吻是无尽暗月爪 那么 君王室就是无尽列阳室了 几乎与暗灭吻的攻击方式一模一样 只不过这火焰君王的必杀技 却换成了360级列阳室 激动那完全化为金色的拳头 带着无尽幻影 直奔更精细至尊强 传送免下周 小小而去 这可不是单纯的火焰君王必杀技那么简单 甚至不是因为有着灭神机效果 将激动全部的攻击力凝聚 最重要的是 现在的周小小 身体正被困在幽燕兵之中 燕阳锥家幽燕兵 曾让激动拥有了第一个超必杀技 日月乾坤戒 那么 燕阳锥换成了君王室 也同样是火焰君王必杀技 极致阴阳双火组合必杀技所产生的威力 也绝不会比日月乾坤戒差 再加上灭神机的效果 真要全部命中在周小小身上 就算他是至尊强者 也绝对承受不起 这才是激动最后的杀手锏 全力以赴的爆发 发出这最后一击 激动顿时全身舒畅的感觉 尽管他现在还没有克敌制胜 但魔力轮转 接连发出三大必杀技 这种场快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 在正常情况下 以他现在的魔力强度 想要完成这三个必杀技并不难 可是 作用在实战之中 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值得他如此出手的对手 岂是等闲 怎么可能任由他 发出这样强大的攻击能力 因此 陈思璇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人之间的灵魂融合 令激动所能控制的灵魂之力 还要在周晓晓之上 这就让他能够不受到对方的影响 可以更加精微地把握 每一分魔力的变化 令自己在攻击的时机选择 魔力配比 都达到极其精确的程度 在动手的时候 开始时 陈思璇只是用他的荧幕 魔力为激动进行辅助 虽然也能够对激动产生 一定的增幅作用 但就像周晓晓想象的那样 他的荧幕魔力增幅 对于极致双火来说 是不足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可是 到了关键时刻 陈思璇根本不需要激动的指点 就能够在最恰当的时候出手 终止两人被震飞之势 给激动尽可能争取时间 同时将荧幕魔力 转化为极致荧幕注入激动体内 增幅效果暴增 不但支持着激动 能够更快地发出强大必杀剂 也同时带给周晓晓巨大的惊讶 从而成为这场战斗的变数 瞬间改变战局 这样已经不需要语言交流的配合 对于任何一名魔师来说 都是极其美妙的 这份默契是激动从未想到过的 尽管他发自内心地排斥陈思璇 希望他能远离自己 不要陷入感情漩涡之中 可在战斗之中 这份默契的配合 却又让他无比舒畅 有这样一个伙伴配合 他的力量就不仅仅是增幅那么简单了 没有陈思璇 激动就不能击杀三族金屋 没有陈思璇 他此时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战斗设想 全部完成 眼前的周晓晓比他想象中更加强大 陈思璇那依附在他背后 默默付出的感觉是最为动人的 尽管激动心硬如铁 也不禁会出现些许温软 就在激动轻力以赴 发动君王室 准备一击制胜的时候 一变突生 丁的一声轻响中 原本覆盖在传送缅下周晓晓身上的 黑色晶体瞬间炸裂 就在激动君王室 到达的前一刻破开 一只稳定的大手 乳白色的大手 横空出世 卧掌成拳 一拳迎上了激动的君王室 君王室360机瞬间合一 强横的叠加攻击力完美爆发 与暗月爪的侵蚀相比 猎阳是不存在任何限制效果 但他却有着暗月爪无法相比的强横 完全是以利服人 更何况在其中 还加入了灭神机的效果 其威力之强 更是已经达到了巅峰 然后再次刮摯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